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何许你这个废物是什么 不要照顾我 不要照顾我 我求你 我求你救救我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大姐 我求你了 还求我救你 月儿啊月儿 让姐姐说你什么好呢 你真真是蠢钝如珠 难道你还没看出来 你的烂鸣声我让人传的 你和爷爷分联我窜夺的 你被赶出苏家 我指使的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姐姐我 做的 此刻 苏锦儿再不掩饰 指使爷爷 每一分每一秒 最想让你死的人就是我 你被人玷污 怀子 受惯人唾脑 是你心爱的叶哥哥唆使的 可不关我的事 我不 也不能说不关我的事 因为他毁了你 是为了和我在一起 要不是为了凤凰真邪 再多看你一眼都恶心 凤凰真邪 只有我才能传承 生在你这个废物身上 简直就是暴殿天物 至于你肚子里的孽种 放心 姐姐会顺便帮你处理掉的 雪光滔天 生风 挖子 摔杀炼穴 惨绝人寰的一幕幕 在古林深处无情上演 惊雷阵阵都掩不住那哀嚎惨叫 妻如鬼力 黑夜如死水般 寂静无声 旁边还有两个死鹰 不知过了多久 一道苍老的声音凭空响起 可怜 就在这时 一声啼哭惊起 其中一个婴儿竟还活着 质子无辜 也是你命不该绝 一双苍老的手抱起婴儿 原地消失 神龙见首不见尾 仿佛来于仓谷又消失于混沌 九个月了 主上一直在寻找 具有凤凰真邪的女子 可惜此女只是一个普通女子 不是凤凰真邪之主啊 但此地却有凤凰真邪的气息尚存 主上的神识感应绝不会错 谁知找不到人 这该如何是好 主上的身体情况已刻不容缓 嗯 也该庆幸此女不是 否则数足以死反倒麻烦 继续找吧 只要人活着总会找到 斗转星移 次年稍纵即逝 暗玉森林 只见森林中树道身影纵遇而来 姑娘 方才可有伤道 姑娘为何独身在此 此处危险 常有凶猛妖兽出没 不如随我走吧 苏锡月心上一清 终于想起来这紫衣男子是谁了 黄埔叶轩 他们大言国尊贵无双的 叶王殿下 也就是他亲爱的未婚夫 啊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当年 靠着原主和他的婚约 靠着苏家的鼎力支持 他和他的母妃一路高歌 从不受宠的皇子 成为今天未同太子的子冠亲王 功成名就之后 黄埔叶轩就是苏锡月这个丑女 为自己的人生污点 为了会婚 又为了不被世人指责忘恩负义 竟联合苏锦儿 找人玷污了那 嗤嗤爱她的小傻子 我为何要随你走 随我走 护你一路无鱼 若随我回京 三眉六聘十里红妆 请与你为妻 未尝不可 轩 你别开玩笑 你可是有未婚妻的人 别给我提苏锡月那个丑女人 那苏锦儿呢 你不等她了 四年前 苏锦儿不知得了什么宝物 竟一朝浴火重生 成为大眼国第一奇才 后来又得到天大的机缘 被神秘强者送至圣庭修炼 至今未归 那可是圣庭啊 即便是皇子公主都无法轻言 不知谁人一手遮天 竟能说送去就送去 陈少爷 锦儿小姐就算了 但能别提苏锡月那仇女人吗 大半夜的多慧气 再说 她自己不守复道偷男人 还怀了野种 早被苏家扫地出门了 那是因为老爷子当时在闭关 苏家长老们自作主张 如今老爷子出关了 还成功踏入了圣街 他要找回孙女啊 谁敢再有二话 苏老爷子 可是如今大阎国唯一的活胜人啊 我听说那苏锡月啊 已经有些踪迹了 应该很快就能寻回来了 你可以闭嘴了 家人在侧 有的人真是没眼力见儿啊 苏锡月一个就够恶心人的了 要是再带个野种回来 那我家殿下成什么了 如此臭名昭著的女子 给我家殿下提鞋都不配 莫管配不配 都改变不了婚约尚在的事实 别说苏锡月一个大活人了 就是都生了咋的母猪啊 宣都得娶回去 不了我黄埔叶轩就是终身不娶段子绝孙 也绝不会娶一个丑女 你想娶我 当真 本王一诺千金 自是当真 绝不反悔 绝不 只是 有何疑虑 但说无妨 你等等啊 苏锡月笑笑 随即蹲下身去 伸手往水里一阵掏啊掏 随后花的拧出一雾 取一送一 不介意吧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轩啊 你生命中注定要喜当爹啊 这苏锡月不说 这个是你自己选的 我看逃是逃不过了 你干自就认命了吧 不过啊 轩你得仔细想想 其实也不错 取一个送一个 还白捡一大白小子 还省得自己再出力了不是 要是两对娘俩啊 那不多不少 还正好送一桌啊 你耍我 不然呢 我最恨人耍我 哇 好快 这不错 可惜了 人不行 不行 不行 呱呱 我看你是在找死 可她再抬头 眼前哪还有那对母子的半点踪影 死女人 你最好祈祷 别让我找到 意外相逢 她还没想好让她怎么死呢 慢慢来 不急 主子 苏姥爷的人一直在找你 你看 放出消息 也是时候找到